昆仑须里莫渊听哲言说无字书 手抖了吓道 怎么把这个忘了 莫渊带着眼来到地宫一角 莫渊道 这几箱里都是整理出来的无字书 还有一些混在其他书里了 因无字书需要用法术才能看到 莫渊把法术叫了少婉和白珍 几个人快速翻看 可无字书翻过去大半了 还是见不到青鱼和封印印隆的记载 少婉道 别找了 咱们还是一起过去把那岛线翻算了 哲言 那么容易 东华他早就线了 这时一边玩的白话手里抓本书甩着玩 白云去抢 少婉上前拿起刀 都是我这不争气的肚子 和你们哥哥和姐姐 少婉随便翻看了下书 惊喜地大声道 找到了 印隆青帝青鱼 书里记载了 从吉渊英隆一族世代居住在从吉渊底 渊底有一时 地悬时 地悬时聚天帝之精气 并天帝之乾坤 护佑苍生 印隆一族首领青鱼女帝曾跟随父神征战天下 天下出并后回从吉渊手的悬时 白真道 就这些 没了 那封印呢 怎么开门 少婉又翻看了整本书也没有其他记载了 几个人把剩下的无字书都看过 还是什么都没有 此时的谷底 青鱼的孙女柳四对阿黎道 我先给你们做点吃的 我们不是坏人 阿黎看了眼滚滚道 好吧 吃饭后 柳四的父亲询问阿黎外面的事情 闪闪对滚滚道 我去看一下柳禅纳龙 闪闪出来后 打开船上罗对帝君道 我和哥哥去会会那阿龙 你听我们说话 帝君 有危险就用连送给你的法器 闪闪 父亲放心吧 滚滚和闪闪轻轻推开门 见柳禅抱了轻鱼的神龛 神色忧伤 目光呆滞 闪闪走近她 从衣袖里拿出快膏道 我娘亲做的 最后一块 你伤心 给你吧 柳禅回过目光道 你一个小孩子能懂 闪闪 我娘亲不见识 我父亲就这样 闪闪 这个鲸鱼一定是个美人 也是你喜欢的人 柳禅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美人 闪闪 你长得不难看啊 柳禅 你是想叫我带你出去吧 闪闪道 要不 我干嘛说你好看 柳禅道 你能进来就能出去 我没办法 说完起身出门了 柳禅出门后 向石宫后面走去 到了一个密室门前 守卫拦住道 不能进 柳禅一挥手甩走守卫道 我在这时 你爷爷还没出生呢 滚滚拉着闪闪也跟了进去 这里面更像是个天然的石洞 洞的中央一玄石被水围绕 悠悠地散发着光芒 柳禅抱着青鱼的神坛忧伤道 青鱼 就为了这块石头 我们生生分离 你连最后一面都不见我 柳禅伸手想摸的玄石 可得玄石的周边水浪升起 他根本触摸不到 柳禅激动道 青鱼你这样对我 一口鲜血从嘴角涌出 他眼神恍惚 似青鱼出现在面前 思绪回到了几十万年前 自己和青鱼青梅竹马 一起守护这地玄石 直到父神邀约他们英龙一族 一起平定混乱的天下时 他和青鱼一起跟随 父神讨伐各族 权力 荣耀也越来越多 他开始想要和青鱼 有自己的天地 他偷偷练习了 英龙族秘书 只要把这玄石的力量 度到自己和青鱼的身上 那他和青鱼就可以雄霸天下了 可青鱼不同意 和他起了争执 最后还告知了母神 在四级危乱 九州大地裂毁时 他计划带人回来取得玄石 母神却在南海商议修补天地时 把他封印在了地宫里 沧海桑田 他再醒来 天地早都换了样子 墨渊和韶婶几个人 带着无字书下到了从集园底 韶婶见地精脸色还算温和 上前道 这书里只有英龙古族的记载 没有封印的 韶婶向凤九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后 道 这次算我欠滚滚的 等我吃了果子就给他生个媳妇出来 连宋一听连忙道 你们家负责白银就好 谷底密室里柳禅还沉浸在往事里 他不知道这封印并不是青鱼社的 当时九州天地裂变之际 母神把他封印在南海 又匆匆赶到从集园 青鱼怕再多生事端 请求母神封印了的玄石 又封印了石宫 所以即使有人解了封印能进来 不解的玄石的封印也不能再出去 谁知道 修补九州天地裂变的母神却没能再回来 从此青鱼的族人就没再出过从集园 流禅许久后回过神来 看着闪闪道 或许你能解了这石头的封印出去 闪闪在柳禅悲伤时早就围着的玄石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那金色的字 柳禅说了 他就伸出手去世下 果然的玄石周边又筑起了水浪 柳禅道 你父君他们总有办法救你 等着吧 抱着青鱼的神龛走了 滚滚拿过闪闪的船生罗道 父君 密室里有一块石头 有封印 妹妹试了也没解开 闪闪看下门口小声道 父君 我没看见那字 帝君道 你们驱闻下青鱼的家人 有没有留下什么 闪闪又委屈道 父君我想你和娘亲 想回家 帝君听了心里难受 断了下道 我会尽快想办法 你和哥哥 阿黎要待在一起 滚滚一听阿黎 道 糟了 阿黎还和柳四他们一起呢 拉着闪闪去找阿黎 进门一看 阿黎吃着果子正和柳四聊天呢 柳四的父亲见柳禅和母君认识 也没有伤人 只叫人远远盯着他 又回来找几个孩子 石洞里 碧君拿着五字书半赏道 这个封印应该是母神用他们的女书设的 摩阳道 暗床里闪闪既然解了这门的封印 这门就可以正常开关了 碧君 应该是里面那快递悬石上又设了封印 解了那个 这门才能再次打开 叶华看向摩阳道 大哥可知道女书 摩阳 小的时候有印象见过 听父神说是母神一族的才有的 哲言道 现在的关键是找到封印 这样闪闪就应该能解开 凤九抱着帝君道 闪闪怎么能解开母神的封印 帝君道 无妨 或许是机缘巧合 这时 房间里的滚滚对柳四的父亲道 亲一女弟有没有留下什么 柳四父亲想了下道 没有 只是母君语话之前经常念起文生起舞几个字 柳四听了道 奶奶教过我 闻声起舞 月人子时 天地乾坤转 帝君听到传声罗里说的话 对哲言道 哪日是圆月之日 哲言算了下道 明日就是啊 帝君对传声罗道 滚滚 明日子时 你带着妹妹躲开那个人 到帝玄师那里 看妹妹能不能找到那字 要小心 滚滚 父亲放心 我会保护妹妹的 又道 叫娘亲说话 凤九 滚滚 滚滚道 娘亲我们在这没事 时冻冷 你们先上去 明日再下来吧 凤九道 娘亲就在这等 白浅接过传声罗喊阿黎 对阿黎道 阿黎想娘亲了吗 阿黎嘴里吃着快糕道 想了也得数星星 东华哥哥说了 白想没意义 白浅定定地看着叶华 叶华把白浅拉到怀里小声道 以后我们出去把他送昆仑去 四日 柳四给他们送饭 对阿黎道 我带你们出去走走吧 三个孩子跟着柳四出了门 闪闪道 柳缠阿龙呢 柳四 听说昨天他抱着我奶奶的神龛 把鼓里都走了一遍 现在不知去哪里了 因为我们可能在那里了 我可以拎的 我不用准备了